哈囉,大家好,我是達人 這是一個關於造型、美學、教育、科普的頻道 是不是有一種悲傷 就是我們去染頭髮的時候 染完以後其實頭髮的顏色很好看 但是我的頭皮就會覺得不舒服 感覺敏感 那甚至於有時候會有頭皮屑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頭皮會有敏感的問題 許多研究發現頭皮為什麼會癢 其實是來自於以下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呢 你在染髮前先去做了洗髮 那你在洗的過程中 可能指甲去刮傷了頭皮 所以頭皮有了傷口以後 會有一點點敏感刺痛的問題 在染髮的時候 那也建議大家在染髮前 不要先去洗頭 就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的頭皮本身有皮脂膜 它也是我們最天然的保護層 第二個問題是來自於 我們清潔沒有清潔乾淨 染劑本身是鹼性的 那頭皮本身是弱酸性 所以當你沒有把它清潔乾淨的時候 它一樣會在我們的頭皮上面 持續作用 那也會讓我們的頭皮感覺到 不舒服 不舒適 第三個呢 染完後呢 你的頭皮呢 還是維持在鹼性的狀態下 它沒有辦法回到中和的狀態下 也會造成我們的皮膚的不適 那以上這三點通常是造成我們 頭皮敏感有頭皮屑的原因 為什麼染劑是要是鹼性的呢 因為透過鹼才能夠打開我們頭髮的表面 表面就是毛鈴片 讓顏色可以順利的進入到我們的頭髮 讓改變我們頭髮的眼睛 我們今天就要來實測新上市的染髮劑 那它裡面呢就有染髮洗髮跟護髮 那它也主打的是溫和的PH值可以舒緩我們的頭皮 我們就來試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功效 我們今天準備了就是試紙 可以試實際的去看它的PH值 然後還有一個平常它有在染頭髮的同學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覺得相信是最精準的實測 今天就邀請到同學來跟我們一起去做實測 那你平常在染的過程中 像是跟你聊就有提到說 你會覺得有一點點不舒服 是不是為什麼 什麼感覺 就是頭皮會有一點點癢癢的 好那今天你就是實測大使 你要來真的幫我們認真的去檢測 在這個新的染髮劑裡面 到底會不會讓人覺得癢癢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染髮吧 耶我們染完了 那在等待這30分鐘裡面 我們就要來實地的測試 用實蕊式子 用實蕊式子去測試 究竟在洗髮精跟護髮素 到底是不是弱酸性 可以真正去平衡掉 我們現在頭上的染劑 拿做清洗的時候喔 好我現在先用洗髮精 直接塗在上面 好另外一個是護髮素 倒出來 因為洗頭的時候會用到水 我們現在看起來 不管是洗髮精 還是護髮素 都沒有變色 但是這個紙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都不會變色 所以我們也來試一下 頭髮上面的染劑 沾一點點 這個也很神奇 直接這樣沾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沾染劑 然後我們噴一點點水 有沒有看到它已經變成 變成這個綠綠的 顏色 所以證明了就是 染髮劑真的是鹼性的 洗髮精 洗髮精跟護髮素 它完全就是一個弱酸沒有變色 所以它可以真正的去達到中和的效果 那酸鹼度測完 接著我們就剩下 等一下洗完以後 頭皮會不會癢的問題 那你在染的過程中現在會癢嗎 不會 不會癢 你要把自己偷笑 好OK那我們就去洗頭 染完了 頭皮它其實是很舒服的 不會說有悶悶癢癢的感覺 所以大家以後一定要記得 就是染髮除了在髮色 一定要美美的之外 其實頭皮的保健也很重要 建議大家一定要去選擇 其實是有認證的染髮劑 或者是洗髮精 或是護髮素 才能夠保持你頭髮 頭皮上面的安全喔 也會留下 有解 好 好 感谢观看